谈到这个疫苗的问题 在今年的5月15号 恢复三级警戒的时候 我就积极地透过我们国外的侨胞 到美国的波士顿 接洽了莫德纳的总部 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副总裁 Mr.Patrick 他告诉我们 台湾已经买了500万剂 你们还需要吗 我们跟新北市政府来合作 新北市政府也准备了 充足的预算 还有民间的捐款 他们确定要采购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想到 可以帮台湾的地方政府 争取到大家所期盼的莫德纳疫苗 后来新北的侯友宜市长 代表新北向中央的陈时中 来进行协商 结果被陈时中一口回绝 陈时中说 地方政府不能买疫苗 不只是新北不能买疫苗 我们国民党所有的执政的14个县市 都不能买疫苗 这是非常非常离谱的决策 是非常愚蠢而不道德的 我们知道民间的力量无穷 政府的力量有限 我如果当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有采购疫苗的经验 我会发起一个团购疫苗的活动 我们买到的疫苗 保证比政府采购的还要便宜 而且还要迅速 我们相信一些经过美国FDA认证通过 合乎国际认证的疫苗 我们用国民党这个平台 让全民都来团购买疫苗 形成一个全民共识 台湾共识 施加给民进党最大的压力 他如果要破坏人民取得疫苗 他就准备在二零二四年下台 让他付出最坦重的代价 让他看到人民伟大的力量 感谢卓元先生 接下来请江启臣先生回答两分钟 我想这个智阳兄语重心长 但我也必须跟各位报告 我们过去十七个月战斗 战斗到现在 我们总算有一个让人民直接投票的机会 那个就是公民投票 本来8月28号 现在延到12月18 那没有关系 我们号召更多人出来 用选票革命 我们没有办法用武装革命 就是用选票革命 所以大家站出来 用选票反对莱猪之外 是反对什么 反对民进党 那给民进党压力 让他知道人民对他的不爽 不满 尤其是疫苗打不到 纾困没有办法拿到 现金没有发到 这些等等的 透过选票 民进党是最担心的 展现民意是再也唯一 唯一最有效的办法 第二个关于疫苗取得的问题 其实过去这半年来 国民党在疫苗取得上面 我们要么扮演车衣 要么扮演帮手 再来我们也亲自参与 原本我们十四个县市 大家有在谈 后来基于中央的压力 地方的财政等等的考量 我们最后有四个县市 加上我们让民间单位先行 避免让民进党把它操作成为 政治对立 最后BNT买到了 郭台铭买到了 台积电买到了 慈济买到了 换我们国民党的 所以我们四个县市 加国民党党中央 我们在六月底七月初就已经提了五百万计的BNT申请 一提出 陈时中跟你讲 我有搞了 我够了 这代表什么 完全是政治考量 现在这个案还停在卫福部 我们会继续追 继续打 继续要求 后面大家如果说 第二季第三季 仍然不够没办法到的时候 我跟你说 蔡英文我给你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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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民的期待 所有人民健康 人命 人命关天 拜托